走到了市場裡頭 您今天會看到這幾個人 原因是因為他們要一起來催公投票 但是遲遲不見的就是韓國瑜了 大家都在問韓國瑜到底下動向是什麼 會不會出來選黨主席 原因是現在看起來 已經快要做最後決定的時刻了 因為6月3號4號就要正式的來領表 然後7號8號登記之後 7月底7月24號將會是投開票日 目前時程作業細節又已經慢慢的規範出來 同時也說在登記的時候呢 必須要先繳交作業費300萬 還是要繳納保證金1000萬 算一算想選就必須要先備1320萬 對於這樣的一個數額呢 昨天大家都在問 這幾位台面上曾經有表態說 也許有意思要參選或篤定要參選的人 他們沒什麼意見 但是呢 其中有一位張亞中 他是孫文學校的校長 他講說他覺得1320萬太高了 好像對這個金額方面有一點點的看法 但不管怎麼樣 到底誰要選 就是現在基層裡頭 大家最想知道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今天就有人問到了這一位 朱立倫 朱立倫就說大家都是夥伴 但不是對手 而另外問及韓國瑜的意象的時候 趙少康有說話 他說呢 他有跟韓國瑜吃過飯 也說到韓國瑜正在考慮 但是他不方便幫韓國瑜做任何宣布 那三位主席還有市長還有以及副董 可能都是七月的對手 今天三個人站在一起了 我可不可以講一下 第一個 我們絕對不是對手 我們是共同努力合作的夥伴 我們今天大家都是國民黨團隊的一份子 不是只有我們三位 還有趙董事長 還有好市長 還有每一位 我們都才有各位委員 我們都是共同團隊的一份子 我們等一下分工合作一起 讓母親節快樂 讓大家能夠共同支持我們的食安 當然 我們還是想在雲林 讓媽媽母親節快樂 謝謝 我們有吃了一吃飯 有 有 他在考慮嗎 他自己決定了 我不能替他講什麼 你會跟你說傾向不選嗎 我不能講 我不能不能講 因為這是他的 他要自己宣布 我不能幫他宣布 我不是他的代言人 我不是他的代言人 你不要再讓李彥璇緊張了 最後一集了 你說什麼 你說幾率一半一半了 那個幾率現在有變嗎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差不多 一半一半差不多 有 很多 都沒辦法 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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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